男人获得了暴食的能力 只要撕咬掉怪物的血肉吞进肚子 不仅能让他们的伤口无法进行治愈恢复 甚至能窃取怪物独有的专属技能 假以时日如若情家锻炼 在熟练掌握后就能变成自己独有的本领 并且他只要吃的足够多不同品类的怪物 就能永久得到各种不一样的技能 来应对各类难以招架的形式 这些妖魔只会出现在深山之中 被称为罗刹 出现的期间会引起漫天黄沙 会屠杀所有见到的人类 并且将其吞噬殆尽 人类变举建起了应对方案 成立了杀尘暴应对小组 这些组员都觉醒了各类不同的能力 有的可以将武器幻化成能斩杀罗刹的力气 有的能将自己变成怪物 获得比肩罗刹的战斗能力 还有人能通过锻炼进行人体兽化 得到野兽般的力量与敏结性 甚至还有觉醒更加高阶的技能 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将损伤转移到罗刹的身上 而男人原本还只是一个软淡废物 他天生患有极度恐慌症 遇到任何屁大点事都会表现得无法淡定 需要用药物或者其他方式 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29岁的他是韩国的废物青年 普通大学毕业的他在选择人生方向当中 艰难挣扎选择了肯老 只为考上公务员 年年报名考试却年年落榜 这是他第五次来到了公务员的面试大厅 可拥有极度恐慌症的他 根本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 在面对考官咨询的问题时 他浑身都在发抖汗如雨下 几个问题下来他大脑直接荡击 脑袋陷入一片晕眩 随后便直接晕厥了过去 这把考官都给吓得半死 回到家之后的他 异常痛恨自己的身体状况 临近三十了还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 别说女朋友 就连普通朋友都没有 彻彻底底沦为底层的社畜 就在这时 门铃叮咚一响 他赶忙去开门 心想自己也没点外卖 门口站着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女汉子 而这正是姜太和的妈妈 刚开门便怒斥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过来这里是为了给姜太和送点小菜 顺便看看他最近的生活状况 拥有男人气概的妈妈朝里出望去 房间内到处都是生活垃圾 这到底过的是啥日子啊 转头询问起公务员的面试怎么样了 姜太和非常懊恼地跪在地上 看来这个样子又是失败了 妈妈见他那么沮丧 操起满是肌肉的大手拍在他背上 鼓励他别放弃 下次再努力努力 随后转头就去翻自己的背包 声称这是给你的生活费 姜太和感动得气急流涕 连忙推散了回去 说是自己都多少岁的人了 还要妈妈给生活费 可谁曾想知妈妈绷紧了手部肌肉 让你拿着就给老子好好收起来 妈妈养你不丢人 随后便思考了起来 考那么多次都考不上 是不是家里的风水不好 便让姜太和明天去一趟小时候的家吧 之前有人补过一挂非常灵验 第二天姜太和打点好行装 一大早就赶往目的地 他非常不愿意来到这座山上 自己都多少年没来过了 可妈妈说了 当时那个巫婆声称 你的父亲刻死在了以前住的那座山上 他的鬼魂也许拦住了你就业的道路 去那座山上安抚一下他的灵魂吧 这样也许你才能考上公务员 不多一会儿后 他便来到了一个院子前 这里满是小时候的记忆 而使得自己还是那么的天真无险 当时会漫山遍野地奔跑 玩够了就会回到家里找自己的爸爸 告诉他自己饿了 可那一天的他很是奇怪 他莫名地抓耳挠腮 嘴巴里还发出了一场诡异的声响 江泰何一想到这个就有点不知所措 随后便闷哼一声 胸口莫名地发闷难受 通过好几次的深呼吸才对以缓解过来 他现在只想赶紧祭拜一下自己的父亲 早点结束才能尽早下山 他到了一杯酒往地上一撒 嘴里念念叨叨的期望得到山神保佑 你离开之后妈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 还非常的期望自己能够找到好工作 就在他祭奠自己父亲的时候 身后聚起阵阵黄沙 他也发现了端倪 处理完后赶忙朝着山下跑去 毕竟安全第一 谁知道背后发出一个诡异的呼喊声 安全第一 在浓郁的黄沙之中 渐渐地浮现出一个人形 那个人形不断朝着江泰何靠近 江泰何也懵了 这到底是个啥呀 不多一会人形显现了出来 那是个拿着竹筒武器的怪物 没了半颗脑袋还挺着个大肚子 江泰何傻眼了 揉了揉眼再看过去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怪物没有停下脚步 静止朝着江泰何走去 他赶忙转身想要逃跑 可谁曾想知 那个竹子一瞬间便刺在了他的腹部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他 直接跪倒在地 身后的怪物还在不断朝着自己靠近 不会就这样死掉了吧 自己活到这个年纪一直在学习 打零工都还没有好好地玩过呢 不过死掉之后 应该不会有人会为了这样子的自己伤心吧 突然自己脑袋里就浮现出妈妈的身影 他辛苦了几十年照顾自己 他应该会非常的心痛吧 想到这时江泰何才忍着剧痛 缓缓抬起难以负重的脚 他不想就这么死去 还没有好好报答自己的妈妈呢 然而怪物似乎嗅到了他想活下去的意志 一瞬间便来到了他的跟前 他歪头歪脑地学着人类讲话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随后便立刻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江泰何扑了上去 江泰何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大 那个怪物的喉咙当中 有个人类一般的眼睛 只见怪物双脚环抱着江泰何 刹那间便咬在了他的肩膀上 剧烈的痛觉令其哇哇大叫了起来 这种疼痛似乎立刻会让自己晕绝过去一般 强烈的痛楚令他回忆起父亲当时所说的话 吃吧 吃掉他 不要犹豫 此时的江泰何轻轻抱起 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直接一口咬在了怪物的脖梗处 紧接着便撕扯开来 江泰何迷迷糊糊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呼喊自己 他慢慢地睁开双眼 发现有两人在疯狂推扫着自己 醒来后的他一阵晕眩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脑袋昏昏沉沉的 灵芯片段不断在眼前浮现 当时那个怪物喉咙深处有一个眼睛 而那个眼睛就跟人类一般 可在瞳孔之中又有莫名的黑色物质 在那之后 自己的意识陷入了黑暗之中 逐渐显现出血红色的场景 那个地方血肉横飞 到处都是残织碎肉 无尽的深渊之中 发出各种恐怖的呼喊声 自己看着眼前的这般场景 内心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满足 突然 他立刻被这些景象惊醒了过来 嘴巴还不断在念叨着 黄沙怎么没了 那个怪物去哪了 眼前的男人非常震惊 你刚才在说些什么 刚才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 冲出来就刺穿了自己的肚子 还以为自己会死掉呢 这不会是个梦吧 他立刻检查自己的肚子 虽然衣服破了 可身体却往好如出 似乎从来没发生过那件事情一般 一男一女立即察觉出事情不太妙 声称昨天警报声响起之后 就立马赶过来 可没多久黄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算是得到了罗刹的血 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动用能力 真的有可能是他杀掉罗刹的吗 男人询问起 你还记得昨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姜太和懵了 什么昨天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当他打开手机一看才发现 这居然已经是第二天了呀 自己可从来没有印象 两人碎碎念着 看来是昨天获取了罗刹的血 算上时间也刚好是今天 既然这样呢也别无他法了 把他给招揽进来吧 毕竟我们这些人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男人上前搭了着姜太和的肩膀 时机正正好成熟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听到这话的姜太和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不多一会儿后 在沙尘暴应对总部 他来到了沙尘暴公务员入制培训 姜太和对此差一万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自己几年的努力都没能考上公务员 就突然莫名来到了公务员的入制培训 而且这里的人神情都非常诡异 他们似乎都不太情愿 但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清脆的高跟鞋生想撤整个会议室 来人走到了讲台上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首尔沙尘暴应对部门部长刘英恩 欢迎来到环境公务员的分部 姜太和立刻举手示意 说是自己好像不小心来错的地方 可刘英恩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因为从江华岛部队那里报告 你正式被录用了 姜太和这叫一个蒙圈 自己根本就没申请过好吧 刘英恩继续介绍着公务员的职责 公务员的工作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包括父母妻子以及朋友 泄露会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而受到处罚 在座的各位是刚获得新能力的新人 罗刹的血进入身体过后 以非常低的概率能拥有不同的能力 所幸的是 罗刹只会出现在人机罕见的山上 出现的时候会引起沙尘暴 而沙尘暴根据浓度分为一到世纪 级别越高的浓度也就意味着 罗刹的能力越强大 听说这里有个获得了七级罗刹的血 善于先生 很期待你的表现 还有就是 刚刚获得一级罗刹的姜太和 你是什么能力 姜太和刚想说自己可没有获取什么能力 可他一想起在当时的那段记忆 是不是验证了那件事是真实存在的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啥能力 旁边的善于发出一阵咳嗽声 姜太和气得脸通红 一个七级嘲笑自己一级是吧 这里的人都奇奇怪怪的 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才对呢 就在这时 会议室里拉响了警报声 对此刘英恩很是高兴 这个时候能想起罗刹的警报 也刚好能让新入职的同事 展现一下自己获得的能力 姜太和还没从蒙圈当中清醒过来 从昨天到现在都在经历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黄沙逐渐蔓延了过来 而在黄沙当中又是有一个莫名的人形 那个人形留着一缕飘逸的长发 他身穿公务员特定的服装 而他的手干枯的就像是木乃伊一般 定睛望去 他面前还有一个高大无比的罗刹在那 姜太和被吓到腿都软了 这种巨物也太不像话了吧 其他成员也是一模一样的表情 刘英恩却是大吼一声 大家可听好了 实习开始 这是第一阶段的罗刹 体型最大但也是最弱的存在 江华岛的江车纳主无关 把他的大脑给控制住了 大家都可放心 你们可以随意动用自己的能力 对这个一阶段的罗刹展示一下 江车纳注意到了一件事 他好像就是昨天独自处理掉罗刹的男人 他很是好奇 究竟是获得了什么能力 刚获得能力就能独自除掉了罗刹 然而此时的姜太和人都傻了 别开玩笑了好吧 我们这些人要怎么样才能 跟这种怪物战斗啊 突然 他一阵胸闷了起来 恐慌症又在发作 心脚痛到根本无法呼吸 而那心脏越跳越快 似乎马上就要面临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这到底什么情况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肚子饿了起来 在他那股神石当中 一个硕大的身影悄然出现 那是一个野兽般的身形 一只手有自己脑袋那么大 他的眼神似乎在告诉姜太和 吃吧 吃掉它 不要再考虑了 其他人都没有察觉出姜太和的异样 都在死死盯着眼前的罗刹 而姜太和却是愈发的饥饿 嘴角还不断流着口水 刹那间迸发出无尽的嘶吼声 这感觉就像是能够生吞 十个大汗都不为过 男人拥有暴食进化的本领 不仅能窃取怪物独有的专属技能 还能让自己获得急速的恢复能力 断掉的手臂仅用了十秒钟 就恢复到完好如初的状态 就在刚刚 他无法控制住体内的躁动 浑身都透露着饥饿感 嘴上的口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似乎能吃下十个大汗 然而却被人打断了施法 善于嘲笑姜太和 别哭了 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 他以为姜太和脸上的水 是因为紧张害怕到哭诉所致的 真是个没有用处的废物 不起眼的家伙真无趣 然而此时的刘英恩大吼一声 他通知所有人 战斗之前有个特别注意的事项 那就是这个黄沙 全部都是罗刹喷出来的 在沙尘暴当中 他们的恢复能力极为强大 并且 获得罗刹能力的人也是如此 能在沙尘暴当中恢复伤口 但如果是致命伤的话 也是一样会死掉的 只能在沙尘暴当中获得这种能力 在黄沙消失过后 那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契及罗刹能力的善于打着哈欠 他觉得这些资讯略显无趣 不过是一阶段的罗刹罢 在他手里简直就是手拿把掐 突然 他想到了一个好玩的点子 他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让黄沙逐渐进入自己的血液里 他体内的血液加速翻滚 感受到了一阶罗刹躁动的脾气 随后身上便轻轻爆起 瞳孔骤然放大 接下来就让这场测验 更加有趣一些吧 他手放在背后戴上了一个手套 在那之后直接掰断了自己的手指 只见一阶罗刹脑袋上的利刃瞬间断裂 江车纳立即查局出不太妙 顿时间周遭狂风大作黄沙漫天 沙尘暴里的罗刹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 他举起双手大吼了一声 倒垂地面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江车内响立刻前去阻止罗刹的行动 却被刘英恩给拦了下来 他希望江车纳不要插手 可他却觉得 这对于刚觉醒能力的新人是非常吃力的 刘英恩并不是不了解情况 可就目前的情势而言 他们必须快速成长变成有用的战斗力才行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他们慢慢练习 如果这种程度都无法解决就只能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罗刹嗅到了一样的味道 他在人群之中发现了江泰河的存在 江泰河也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可为什么偏偏就要盯着自己 只见罗刹手中慢慢浮现出一把利刃 一瞬间就朝着江泰河发射了出去 江泰河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从他身上穿堂而过 江泰河躺在地上哇哇大叫 所幸的是只对肩膀造成了伤害 江泰河感到异常无语 自己招谁惹谁了 罗刹起身一个大跳 直接奔着江泰河而去 江泰河彻底慌了 这个情形到底应该怎么办 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能力 当罗刹伸出手掌的时候 他们一个是昆虫化型能力者 另一个是野性幻化能力者 面对罗刹的哇哇大叫 他们以为成功击杀了罗刹 可谁曾想知 他的脑袋开始汇聚黄沙 脑袋上的细胞疯狂冒着泡泡 仅用了两秒半的时间就恢复如初 看到这般情形 昆虫男和猫女彻底翁圈了 这伤口恢复得也太快了 就在这个时候 善语再次折断了自己的手指 罗刹的下巴骨直接断裂 剧烈的痛感迫使他放掉了昆虫男 他张了张恢复的手 声称适可而止 别在我的面前过于肆无忌惮了 一接罗刹顿时暴怒 举起自己的手就要对来人发动攻击 可是善语却是不慌不忙地取下手套 他只高气昂地踩碎了罗刹的脑袋 还不忘嘲讽两句 就这点能耐还敢出来混 可江车那上前来怒斥 是不是你把自己的刀给折断了 从而来激活罗刹的行动呢 你这个样子会让所有人陷入危险当中 善语对此并不承认 声称你根本没有证据 江车那却觉得 是不是希望自己打断你的手 来测试自己的刀到底有没有断掉了 可不管怎么样 刘盈恩对此却是双手称赞 第一次主动接触罗刹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 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我们当中 有个人消失不见了 居然在自己的面前临阵脱逃 看来他还是失去了作为公务员的资格 可江车那却觉得有件事很是奇怪 为什么一接罗刹掠过了其他人 直接找上了江太和 他对这个新人为什么情有独钟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正常来说 罗刹死了沙尘暴就应该停止 黄沙会因此消失不见 可现在周遭到处都还是黄沙 也正因如此 众人才反应了过来 在另一边 江太和此时在疯狂逃窜 想让自己成为消灭怪物的公务员 根本做不到 有那种妖魔鬼怪存在 想要活下去只能是走为上策 可突然他便停了下来 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门 这个门里的黄沙还比其他地方更加浓郁 里面缓缓发出嘻嘻嘻嘻的声响 不多一会后 出现了另一个罗刹在江太和眼前 而这个罗刹给人的感觉 似乎比刚才那一只更加强大 江太和害怕极了 他躲在草丛旁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他不敢置信 刚从狼窝出来又入了骨穴 正当他想去观察罗刹动向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不见了踪影 而在他的背后 罗刹正死死的盯着江太和 男人拥有暴食进化的能力 只要撕咬掉怪物的血肉吞进肚子 不仅能让他们的伤口无法进行治愈恢复 甚至能窃取怪物独有的专属技能 在将这个技能熟练掌握之后 就能变成自己独有的本领 并且他只要吃足够多不同品类的怪物 就能永久得到各种不一样的技能 这也就意味着 他的这项技能可以让自己无限成长 就在刚刚 新出现的罗刹悄然出现在他背后 正死死的冰着江太和 他发了风势的到处狂奔 这种级别的罗刹把他吓得屁滚尿流 突然 眼前出现了一个民众的房屋 他赶忙跑了过去 至少能在那个地方稍微躲避一下 在另一边 江车纳和刘英恩正商讨对策 却迎来一位同时呼喊大事不妙 因为就在这些人上山处理一级罗刹的时候 分布市务所又拉响了警报 这次出现的是三级罗刹 刘英恩大吃一惊 以前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区 同时间出现两个罗刹的情况发生 这才让两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此时的江太和已经躲进了屋子里面 最近怎么老是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到目前为止 自己都不了解究竟觉醒了什么能力 又要怎么去面对这种奇葩的怪物 透过门缝看去 这个罗刹已经接近了怪物 他到处东张西望寻找人类的行踪 而他脑袋上漂浮着像树叶一样的东西 突然 有个老奶奶打开了庭院的大门走了进来 本来就视力不好 再加上黄沙的存在就更加看不清楚 也就在这个时候 老奶奶跟罗刹四目相对 体内的嗜血欲望令罗刹频频暴动 在门后的江太和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己应该上前去救他吗 可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技能呢 又要该怎么救呢 他回想起刘英恩的话 在黄沙之中拥有伤口恢复的能力 但如果是致命伤也是会死掉的 这就让他难以抉择了 年纪较大的奶奶实在看不清楚眼前的影子 他往前走了两步定睛看去 高大无比的怪物就此映入眼帘 老奶奶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立刻被吓得瘫软在地 而罗刹对此表现得兴奋不已 他的手指只是稍微晃了晃 头顶环绕的叶子马上掉转了方向 对准了瘫坐在地上的老奶奶 随后变手指一弹 那些叶子一样的物体快速飞了出去 老奶奶被吓得紧闭双眼 过了许久才慢慢张开了眼睛 原来江泰河提前一步挡在了他的身前 他还是无法眼睁睁看着老奶奶被杀害 就算自己体力不支的情况下 还在询问老奶奶的安危 因为那些叶子就像是戾气 全部刺在了江泰河的背上 就连自己的手都断掉了一只 江泰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这么大的出血量让他逐渐失去意识 为什么自己获得的能力偏偏就是一击 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最废物的存在 要是自己再强大一点就好了 结果就是老奶奶也可能保护不了 自己也因此会被杀死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的不想死 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妈妈吧 他有气无力地念叨着 有没有人来帮帮自己 随便哪一个都行 只要能活下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突然 他的手臂开始汇聚黄沙 心脏也开始加速跳动 脖子上的青筋爆起 开始往脸上蔓延开来 在远处的江泰河听到罗刹惨烈的叫声 他立刻赶到了院子门前 可眼前的景象才让他大吃一惊 江泰河抱着三级罗刹啃咬了起来 脖梗畜的血肉硬生生被他咬烂 江车那也蒙圈了 这个新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罗刹看到这般羞辱气不打一出来 从来都是只有罗刹吃人 现如今自己被咬了两大口 这叫一个倒反天罡 并且被咬的地方被江车那给看出来 脖梗畜的伤口依旧是鲜血直流 难道说被他咬过的罗刹就无法再生了吗 可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要赶紧把这个罗刹给处理掉 立马就朝着三级罗刹冲了上去 被砍成一半的罗刹逐渐消散 江车那主物官也前去查看老奶奶的安危 所幸的是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不过是惊吓过度 不多一会儿后便清醒过来 江车那谎称是野猪发生过暴动 事情已经解决好了 因为只要沙尘暴消失过后 普通人就会忘记在沙尘暴里发生的事情 并且对罗刹的记忆也一并消失不见 至此老奶奶对野猪事件骂骂咧咧回了屋子 随后江车那转头便露出严肃的表情 因为眼前的这个新人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击 但却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形式 并且他的恢复能力一于常人 短短的时间内手臂就恢复到原先的模样 临近入夜 江太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因为他刚刚收到一条短信 希望所有组员明天都正常上班 可他对罗刹的恐惧依然历历在目 一想到以后要跟这些怪物进行生存搏斗 就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完全没有了工作的动力 这两天的打击还没消散 怎么去迎接新的噩耗 可再怎么说这也是稳定的公务员工作 总不能就此放弃吧 管他呢 既来之则安之 睡醒再说 他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当中 在睡梦中感觉自己越沉越深 随后又做起了那碎肉模糊的噩梦 在那里面全是罗刹一般的怪物 迎面而来的血腥恶臭味 宛如自己就在现场一般 突然 江太和从床上惊醒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在那之后就一直出现一个声音在脑海里 让自己回来 快回来 那到底是谁的声音 又要让自己去哪里 转眼间发现窗户外异常光亮 难道这么快就已经到早上了吗 可当他打开窗户后才发现 现在还是在夜晚当中 而那阵光亮 是清晰山燃烧起的熊熊大火 在山上出现了一个熔岩罗刹 他走过的路都燃烧了起来 他的能力就像是拥有岩浆一般 在他头顶上还有一个沙尘暴应对特别小组成员 他是一个水属性能力者 可这种能力对于熔岩罗刹来说 不过是零星点点罢了 随后出现了一个冰属性能力者 通过嘴里的呼吸射出冰锥 那冰锥从熔岩罗刹的脚开始结块 封住了他的行动 不多一会后就被包裹住了全身 水能力者庆幸来得及时 不然就单单自己可无法应对 冰能力者让他赶忙注重山火防护 不要把事态蔓延开来 自己可以独自面对这个罗刹 有个突然熔岩罗刹的神势当中出现一道声响 把他给我带回来 来人被熔岩罗刹一拳给轰飞 炙热的拳风把他给烫伤了好几处 而在他背后那一大罐熔岩炉子急剧沸腾 随后便爆喝一声 岩浆立刻向外喷洒 见到四处都是 眼前的这个熔岩罗刹 现在愈发变得强大 熊熊烈火包裹着全身 在另一边 沙尘暴分布的大楼灯火辉煌 内部里面更是一顿嘈杂 拉响了各种警报声 刘盈恩正主持着应对方案 询问其目前情况 后勤组员声称 全国有20座山同时遭到了袭击 并且某些地方发展的事态要更加严重一些 现如今罗刹出现的模式遭到了改变 一切都要源于那一次的事件 同时出现了两个罗刹之后 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突然 一个组员表示 辅山本部有个紧急电话 这里是首尔本部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那么严肃吗大姐 我是辅山本部赔名职 首尔还好吗 什么时候来辅山玩了 刘盈恩一脸嫌弃 有时说是有屁快放 在辅山的金井山上出现了一道门 这个门开了整整三天了 一直都没有关闭的迹象 并且从那边一直有罗刹往外爬 不间断地出现各种罗刹 从未停止 虽然金井山的组员能够支撑得住 但你有没有了解过这种情况的起因是什么 并且从那里出来的罗刹都会发出诡异的语言 开始本以为是胡言乱语发狂导致 可从那些罗刹癫狂的行为看来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 在那之后在辅山找了一个翻译能力者 那段声音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把他给我带过来 没有特定指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指的是人还是物 但就目前的情势而言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 就只会浪费我们组员的精力 以事事后该把那个人给喊过来了 刘盈恩立马挂断了通话 随后便拨去了另一边 发生什么事情了 祖山金井山那边的情况不是很好 你赶紧去一趟 知道了 我这边立马赶过去 解决完之后给你电话 空间转移